我们来关注到俄乌局势 俄乌冲突持续 乌克兰最高拉达25号公布一项法律草案 提议将征兵的年限下限从27岁下调到25岁 而这事方面 克里米亚的一处港口26号凌晨发生爆炸 乌军称摧毁了一艘俄军的登陆舰 另外一方面 《华盛院邮报》现在也报道 随着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停滞 加上冬季的到来 乌军面临的弹药短缺问题也越来越严峻 乌克兰最高拉达网站25号晚间公布一项 关于修订部分、动员、军事登记 和服役相关立法的法律草案 详细说明哪些乌克兰公民 需要进行定证入伍登记 乌国防部长乌梅罗夫 在一份解释性说明中 总结了草案的关键条款 指出其中就包括将征兵年龄下限 从27岁下调至25岁 乌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在年度记者会上透露 军方提议再动员45到50万人入伍 他形容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 草案公布前 乌人民公普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 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政府在应军方要求制定法案 军方需要一个解决方案 乌克兰社会也希望敏感问题的答案揭晓 战事方面 克里米亚黑海沿岸的费奥多西亚镇港口 26号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并引发大火 目前火情已被控制 港口封闭 相关部门正在现场开展工作 部分房屋的居民被疏散 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阿克肖诺夫称 爆炸是由弹药引发 乌空军司令奥列修克指 乌军摧毁了俄大兴两栖登陆舰新切尔卡斯克号 华盛顿邮报报道 随着美国和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区域停滞 加上冬季到来 乌军面临的弹药短缺问题愈发严峻 有在扎波罗热东南部作战的士兵表示 乌军对打击敌方目标可以发射的炮弹数量都有限制 如果目标较小 炮手只会发射5到7枚炮弹 也有炮手称 当下每天只能向敌方目标发射10到20枚炮弹 而此前每天会平均发射50枚 有时甚至高达90枚 炮手抱怨 每天10枚炮弹远不足以抵挡俄军 更不必说主动发起进攻 另外就在上周 乌军塔夫里亚作战集团指挥官塔尔纳夫斯基 在路透社采访时表示 由于西方军事援助减少 乌克兰军队炮弹短缺 难以满足作战需求 不得不收缩战线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